来预备 我为西方代言 又一位客户洗洗 V80长州高陵 哈喽大家好 我是西方方车阿伟 看这个地方 少了一辆车 早上来的时候还停放得好好的 然后这边还是有车 就这个地方少了一辆车 在哪里呢 在这里 刚开出来洗一下 咱们 陕西的客户 早上过来 看了一下 然后直接看中这台V80 给把它拿下 现车直接开走 邻人牌照都是现成的 可以直接开车回家 咱们现在把车给打理一下 上面的灰尘给冲洗一下 然后等一下给大家做一个交车仪式 来看一下 V80 长州高陵黑色的外观 里面 是一个重置山下铺的设计 待会带大家进入车里看一下车的布局 我们先简单的先清洗一下 好好的打理一下清洗一下 然后挂上大红花 光荣入伍 刘经理带两块两块手表 你看你看 这是用力卖车换来的啊 用心卖车 马上一块去啊 好 吃个血糖 咱们肠里面一个 咱是热又结婚了 设计师 马上要结婚了 今天晚上准备请客吃饭 恭喜发财 双喜临门 白天交车晚上去吃饭 晚上冻房 哈哈哈哈 V80黑色的外观 刚刚大家有讲过 全员出动 打理一下 我看一下车的布局 开开门 里面是中门的沙门 五座的设计 前面三个座椅 后面两个座椅 这个V80的主架 是可以三百六度旋转 标配直接三百六度旋转 因为它这个旋转之后 座椅不需要加高 它不像V90 座椅需要加高 三到五公分 然后副架两座 也是可以旋转的 去年的底盘 不是二一款的 二一款的底盘 仪表盘在方向盘的下方 这个是去年的 去年也时间也不长 去年十二月份的 还不到半年 这个底盘 后置上下铺的设计 上面是可以折叠 试一下看一下 这边后它这个 能达到 八十的宽度 然后 一米九的长度 睡一个成年人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程度达到三百斤 这边都是标配的 有USB和阅读灯 以及网东 可以储藏东西 然后平常咱们不用这个床 可以把它给折起来 时间铁之后 里面是可以储物的 这里面空间挺大 然后下床是可以扩展 这样直接出出来 出出来的宽度 能把这个垫子给放进去 这样它是一米一八的宽度 一米九的长度 这俩人 后面是卷帘设计的卫生间 从前说这个车是可以休息三个人的 上面一个 下面两个 然后奔驰的微轻座椅坐也非常的舒服 你要是想再多是一个人 可以把奔驰微轻座椅给换了 然后换成那个变床的卡座就可以了 卷帘设计的卫生间 里面配个边系码头 总体来说这台车的配置还是挺高 400N的锂电池 然后12V的注射空调 包括微波炉 以及85升的冰箱 下面还有储物格 还有水满一体机 和大家再讲一下 咱们这个车 为什么要设计为卷帘设计的卫生间 它因为床 方便床的扩展 二一个就是咱们方便从后门直接下车 这个地方直接是可以下车的 还有一个沙门 你要是从它固定的卫生间 这后门是下不去车 这是灶台 上面有水龙头 可以在这个地方洗漱 我把这个花给拿走了 车卖了 花不能松 像 水满一体机也有 水满一体机的出风口 V80是在副驾第二排座椅的下面 冬天有暖风 有热水 然后夏天里面有注射空调 包括咱们车顶有太阳能 这边还有直昂棚 三米乘以2.5的直昂棚 车顶又不上去看了 他们还在打理车辆 怎么样 喜欢吗这台车 V80最经典的布局 去年这款布局是非常火的 喜欢房车的朋友们 可以到我们厂家来看车 现车还是有很多 现在还是有很多 喜欢就可以开走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准备去加油站加油 然后咱们做一个交车的仪式 车友非常高兴 一台自己喜爱的房车 也是之前在网上看了好久 然后今天到我们厂 参观了一个小时 直接把这台车给定了 礼花都已经准备好 来准备做一个交涉仪式 你忙着等 我还要这样 你看 你还要这样 我问七郎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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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州高临 感觉感觉 我带你们 好 再见 祝茶友 用山愉快 一路顺风